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狂追猛打 也不想着,除非有些改变 大家知道是什麽改变都猜到 我才会回上去 但是又要做和万里人差不多的事 我有几年没去旅行 可以怎样做呢?我就想到了 以前就很专专去日本 跟大家差不多 甚至是最高峰 一年可以去三四次日本 不如就这样 去大陆,我去不了了 不肯和你去 一于就说了 不如以前去日本 我又不是Lawrence 我又不是建吴 又不是康明新 一些日本通 我就这个普通香港人 一个普通游客 不过话实话 日本很多远呢? 我估计去了三分之二 甚至那些什麽 什麽一百零成 什麽组一百零成 都去了几十个 都会 不如讲下 日本 都讲下一些在日本的建文 首先有一个 我就最喜欢看 有一年 我去看东北三大祭典 清生 瑞摩祭 仙台 七夕祭 还有今天要介绍的 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秋田苑 秋田市 秋田 就是这个 江登祭 那是什麽来的呢? 我们不如出片 出片 一路出片 就一路讲 秋田江登祭 大约是每年 8月3至8月6日 它这几日 通常都是等于那些 我们香港经常说 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 他们说五谷风修 无病无痛无灾害 连续几晚都是这样的 秋田东北 经常说秋田美女 秋田美女 秋田都真是美女多了 甚至是那里当然就帮下一些了 你去到夜晚9点几 基本上 都立刻蜜蜜蜜了 不如这样 这个就是黄昏 玩到夜晚的 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就是那些 那些灯 一队队的队伍 就慢慢冲游 大家都去看看 你看那些女 打太鼓 现在看回都兴奋 看看秋田巨美女 还有一些美男 浸蜜 它现在的灯都还没冻起 等会看它冻起之后 有什么分别 我真的很喜欢去日本 铸屋铸居铸 看一些庙子 看一些祭典 当然这些东西我以前用手机拍 这片质素就不会很漂亮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其实两边都很多人了 那些人就一组 把握了那些位置 话说通常它们会有 就是 光灯制 那 值得好看 你差这些灯红 那些光 整个5至12公尺 最小的灯 都有整个 一组 5公斤 最重的去到50公斤 50公斤 通常一组就24至46公斤 这个几多年前 我都不记得几多年前 可能六七年前都有 这就是黄灯的时候 那些人慢慢操进去的时候 大约整个祭典都可以 上万个甚至过万个这些灯 你看 好多好多 通常就 我看回资料 晚上6点50公斤就开始 没有去旅行 几年都没有去 19年年中之后都没有去过 大约知道19年年中发生了什么事 就算当时你让我去 我当时有个 都买了机票 去到东北 另外其他的祭典 但当时香港 好像7月8月 刚刚过了7月1日 完全没有心机去 完全没有心机去 所以应该是 19年年初之后都没有去过日本 这里下午时开始 已经一早就一直在吹 吹吹乐器 打太鼓 他们在晚上最少做 从整个小时左右 旁边有很多当餐吃东西 很好玩 东北其实他很棒 就是秋田美女 秋田犬 连狗都很有趣 好了 这个大家看看 他们怎样动起那些灯 那些灯红 你看 秋田是什么 东北 秋田远 就是以前出雨 开始就动起了 你看到吗 单手 托着那个缸 有些甚至后用压头 甚至后用压头 这间公司就是30 就是不同的公司 他们都会穿他们的队伍 你看看 你看到 用手 这样 甚至压头 有些人都会穿过 不怕你 他怎么会穿过 有不同的公司 因为有些有些 大家有些酷稠 会穿过 看到吗 用手这样托 很好看 因为很多队队伍 這個就是壓頭,看不見到嗎? 用壓頭頂住 都很重的,你不要小看,你怎樣可以省力才能舉下去 希望大家會收到我的同一套萬里行貨 我還想炒回平時的片和相片不容易 例如有些Cross Over,大家好像會有些類似撞在一起 其實很舒服的,我很喜歡他的東德 你看,你以為他跌了嗎?不是的 譬如有些收隊 日本,你說多達樂俠,主要都是去京阪神,東京,福光,六二島 但你去一些比較鄉郊的都還可以 你看這些,想不想跟你吹樂器 你看到這裡有其他巨團隊的Logo都不同了 我經常坐在路邊,好像對面一樣坐在路邊看 你看到我坐在八路的路邊 那些女生真的漂亮,你看白雪雪 走走走 女士吹 男士就做粗重一點 我特別選了 當時拍到女的片段給大家看看 當然了 東北三大祭典我全部都會介紹 看看有什麼時候會做第二集 看正的 同途萬里行 你打下路啊 叔 周田也是 那時候我九點多 已經是 要回去 那時候住 那些叫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不是B&B 民宿 旁邊已經沒有了民宿 這個是回答那個 那些列車的時候 就是去東北的時候 東京都去東北 已經在列車上面 他們會有介紹 會介紹他們的祭典 有些文宣 有很多 那些介紹 這個是去到秋田站 江燈祭是其中一個標誌 當然在那邊還有 北少少 有個山摩祭 那個尹兆我都想去 那就是日本三大的旗祭之一 這個是他現場下午的時候 現在幾年前 都是這樣 好 唱仔呢 這個 除了看片不夠 好 這個他們 都有一些Post 說我們秋田市 特別的 美女多 如果有機會 你男士 可以你們整班 或者你自己 最好就不要跟女生一起去 去秋田 嘗試跟秋田美女 就可以交流一下 另外 因為去秋田 都有一些東西出名 大家都喜歡吃烏冬 就是他們叫烏龍麵 日本 日本有三種烏冬 就很出名 一種就是 讚奇烏冬 一種就是 這邊秋田的 道庭烏冬 還有一種就是 水澤烏冬 三種我都吃過 水澤烏冬 在群馬縣那邊 我自己覺得 我印象深一點是 讚奇烏冬 但是 道庭烏冬都不錯 其中出名的 就是這間 叫做佐藤養座 你烏冬 通常熱或者凍 我喜歡選 他都說 我們這些凍食 他出名的 因為天婦郎 你看到了 兩宅的烏冬 你可以點不同的汁 就這樣 很滑 很正 譬如這裏 也可以拌一下 蛋漿 佐藤養座 真的 一定要去回 那裏吃 那裏吃 很便宜 日本吃東西很便宜 還有現在的 紫水又低 很便宜 這個 道庭烏冬 必食一流 好了 這個 看到 東海林太郎 東海林太郎 日本很出名歌手 當然我們認知不多 他去世的時候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他去世的時候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他最 譬如他出名是一個 日本其中一個民族象徵的歌手 雖然又說讀過馬斯主義經濟學 研究過他這些 日本 東海林太郎 紫色的短歌 明月赤城山 這些都是他 後美和菲利浦普唱片公司 發行的歌 好了 當然也要去一下 你接近去一下城 例如日本 不是很多城 保留以前的天守國 譬如基魯城 燕根城 犬山城 那些就保留 很多都沒有 甚至是 連城都沒有 只剩下城跡 只剩下城長仔 譬如你仙台 就是這樣 秋田城也是這樣的 他有城跡 就剩下遺跡的跡 歷史資料館 秋田城跡屬於日本族一百名城 其中一座的名城 以前是俗語國 亦都有些古代的城山 當時建立他 來對抗這些哈儀人 大家是哈儀人 這裏是那些 你見到以前那些古籍 他有一個資料館 其實日本做這些 保育資料館 莫白館做得非常好 我都很喜歡看 就算你不認識 他介紹一下那些回人 即是私人等等 全部都正 哈儀人 是北海道 哈儀人 北海道 一塞草人就是省民 你看看 這裏他們以前 想想都整 他城山是七世紀至十一世紀 這裏他們這些 人家的博物館 真是他做得好 這裏就虛而返 以前他們的城 是怎樣的 這個當然是小的模型 不知道幾多 比幾多 秋田成績 當然秋田縣 那些都不只是 這麼少玩的 因為下次有機會 我都會再 講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 我以前在那裏 玩過的 事物 景點 還有食物 東德 我下次都會講 去到他們 晚上 居酒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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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記 問他有甚麼好吃 他會給我 吃紅肉 嘩 吃紅肉 是 是 是 紅人 是 那就是 最後有沒有吃到 這些就下次再講解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今天希望大家都 滿意各安排 頭三節 有火佬 剛才第四第五節 有蘭姐 好給面 既然Victor今天做不到這個 是不是叫童逃萬里行 童逃萬里行 我就做這個看政版本的 日本版 看政勾勾行 希望大家就收貨了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